很少人像这样 把一颗凤梨利用到这么彻底的吧 果肉全部吃下肚子外 折下来的顶牙 我会先擦到水里等它花根 再种到土里 让它变成一颗新的凤梨 至于果皮 我会把它做成蔬果花效液 也就是环保酵素 当一回浇化种菜 这萝卜就是喝烘梨皮做的 环保酵素水长大的 现在来分享环保酵素的做法跟用法 材料很简单 就是红糖生的蔬果皮跟水 比例是1比3比10 红糖烘梨皮跟水 全部加入容器内 搅拌均匀就好 果皮上面 含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 维生物 酵母菌 乳酸菌等等 如果你像我这样 先用塑胶带封住 一天后 你就会看到它 鼓鼓的长得这么大了 这表示里面的维生物相当的活样 糖水里产生很多的泡泡 已经开始发酵了 刚开始几天 泡泡很多 要每天开盖排气 一个礼拜之后 排气减少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室温发酵就可以 盖子不要锁太紧就好 大量制作可以用桶子比较方便 花酵减缓后 最好密封以免滋生蚊虫 花酵时间至少三个月以上 这一桶已经五个月了 准备取出来过滤装瓶 上面有一层产膜酵母 先把它滤掉 这样看起来比较干净 放在阴凉处可以保存很久 使用时 与蔬菜果素不同 西式的比例也不同 一般而言 小菜苗大概西式五百倍再浇灌 这是纸皮的白萝卜 叫做名利 我大概都是两天交一次这个一回 已经种了五十天 先拔一条起来看看 还不错 蛮大条的 刚好一公斤 切开 看起来肉质很细致 口感应该很好 蔬菜西式五百倍 如果是果素的话 浓度可以提高 大概是100到300倍之间 另外果皮直接埋在果树外围 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让土壤变得更疏松 今天的蔬果花效一回就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 按一支